你現在收聽的是HIT FM 聯播網 我是今天的HIT DJ 鄭一農 今天是12月29號 也就是2019年的最後一個禮拜天 然後聽說我也是2019年的最後一個HIT DJ 算我們有緣分啦 在這個年尾跟大家見面 而不是在空中上面讓大家聽見我 謝謝你們在這裡聽我當DJ 你現在聽到的這首歌曲是來自 2019年發行新專輯 洛洛大方的陸嘉欣她的同名 跟專輯的同名歌曲 洛洛大方 人活著活著最後都變成灰 灰飄著飄著最後只是幻覺 午夜的風聲並沒有在屋簷 是誰在貼標籤 我錯過了我最憨的什麼嗎 聽到了別回答 時時的無常 都細鬆品嘗 Do I wanna be alone Do I wanna be a loser anymore 洛洛大方的火 不過到此已有 Do I wanna be alone Do I wanna be a loser anymore 洛洛大方墜落 放不下就帶走 人活著活著最後都變成灰 灰飄著飄著最後只是幻覺 無夜的風聲並沒有在屋簷 是誰在貼標籤 我錯過了我最憨的什麼嗎 嘿 聽到了別回答 時時的無常 都細鬆品嘗 那些妄想和那些反彈 都是這身體的另一半 跟不幸一樣的存在 曾經扶著退了一步響 現在笑著退一彎不堪 那所謂的感傷存斷 來自陸嘉欣的洛洛大方 我喜歡這個歌詞 我喜歡這個歌名 我也喜歡他唱歌的態度 還記得小時候 不好意思說出小時候 小時候聽陸嘉欣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為之驚艷的那個心情 然後到現在 在聽她新專輯出現 還是覺得 哇 就這個女生的個性 真的在她的聲音裡 都完整呈現了 你接下來聽到的這首歌 也是很有個性 這首歌 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創作者 他的名字叫鄭以農 FIT另外一個很有個性的rapper 他的名字叫陳賢靜 一起寫了這首很有個性的台語歌 這首歌叫做 《街頭好樂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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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的故事 别乌安眠 人去老旁 心思绑绑 够了路 路路的店 你跟着听 寿无会儿来 这一天 感觉后来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跳出来今晚走一跤去 自己车哪把你扛掉 好我的文章走回头 你是不要去 你是一百两百三百 当你去就没去你可走 你是不要去 你是一百两百三百 我爱后来单单 一百一百一百 闹着你上的光 你真的不听听我 光想来的惊喜 无数人像海燕 打温天感在党 我问我有点在这 你敢没做回径 我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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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 我问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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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我跟陳賢靜合作的這首歌 大家就立馬 就跑來問我說你到底是怎麼 想到要跟這個人合作的 你這是哪裡找到他的什麼的 嗯...我就是 就是運氣好剛好 我認識一些顏社的朋友 他們都在轉 然後陳賢靜真的是 一個神奇的小孩 他非常有才華 但是他 也非常的謙遜 以及某種程度上 創作潔癖以及 膽小 但是在台上又很奔放 就是一個集各種衝突於一身的 很嚴肅的小孩 這個之後我再 有機會的話再慢慢 讓大家認識更多的他 然後我很開心這次跟他一起 合作了這首歌 讓我理解到 譬如說 groove 理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嘻哈 理解到 什麼是 單純 下一首歌 來自陳珊妮 FIT 呂士宣 這首歌叫做 成為一個厲害的普通人 愛情的無力感 是什麼 這第一次 感覺愛情漸漸 似於心動 有七百萬人 你相遇 你相而來的和寒 交手 有人單身怕冷 有人枕頭離開死的家 男人忙著包裝 上個借口 無不瘋瘋 什麼 在洗去 什麼 我要成為 小王子 的那多美味 我要成為 風激過的一半美月 我要成為 當年的我的契約 用三個字 描述一下你現在的生活 再想了很久 比從前在意別人 怎麼說 原來孤獨不過是 來自一點點 與眾不同 記憶著別家難處 舊愛只有 身子冰箱 提醒我著 我 聽 什麼 那些過去的詞意 像嘴邊 淡去的煙霧 中間冷卻的自自行 也踏步降低 情緒的限度 悲傷 再做 依舊 拉不下臉 想要求我愛你 在大的世界裡 也就踏不上醉 可笑的是 點了眼眼 卻淋不著走的火花 成為個佳心卻說謊 外面 在途中他們喜歡的過獎 從個天 我會打破那是窗戶 但反正從來不寫 他們的大幕歌 從個天 當我脫洗撒布 誰都別想 會想再掐住你嗎 你現在收聽的是HIT-FM聯播網 我是今天的HIT-DJ 也是2019年的最後一個HIT-DJ 鄭怡農 哈囉大家好 現在聽到的這首歌 是來自魏如萱 這首歌叫做Ophelia 是免費的 是免費的 信仰也是 可是對日河流 我真的一無所知 它是瘋得在星期 可是星期五 它完全清醒 它從晨浪伸出 照我走來 在我的手上放一個冰塊 說那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海浪 冰塊都還沒有融化 她又開始說那些瘋了的話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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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helia or not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Ophelia 而我 我将会被花瓣盖满 我将会像冰块融合在一条河上 那不会是一个答案 那是一条河日夜的呼唤 你现在听到的是来自魏如轩的Ophelia 这是一首非常 除了美之余 我想它 它是一首很触动人的根本的情感 但是你一时之间会说不出来是什么的歌 因为它的歌词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慢慢的咀嚼 它讲的是为爱疯狂 它讲的是一个失去自我 在自我跟不是自我之间挣扎的状态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接下来听到的是我的歌 我是建一农 这首歌叫做轻轻触碰 它在说的是 轻轻触碰到心的瞬间 最近很感性 最近大家出的歌都很感性 先听 轻轻触碰到心的歌 轻轻触碰到心的歌 在这里 我可以说的是 我更感性 这首歌叫做轻轻触碰到心的歌 轻轻触碰 你一瞬间的点着 我轻轻触碰 它能不能成为卷永 慢慢的走 当你牵起我的手 我会慢慢的走 把你每一步都看透 过去你遗忘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 过去你记得的 无论悲伤快乐 我都听你说 好了 亲爱的 轻轻触碰 在你的煎热背后 我轻轻触碰 其实太值得的温柔 慢慢的走 当你牵起我的手 我会慢慢的走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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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被你遗忘的 我会把你遗忘的 你得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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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遗忘的让我们从头开始 我是你记得的无论悲伤快乐 我都听你说 我是没看过的让我们现在开始 我是你看过的但愿它们能笑看我的半车 来自郑宜录的《轻轻触碰》 我是郑宜录 这首歌是我跟卢绿明老师合作的作品 他在今年底刚在金马奖 以返校拿到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所以大家听这首歌如果把那个歌词拿掉的话 他也蛮可以当返校的配乐 但是其实我想他有我们那时候在沟通这首歌的时候 他有给到我想要传达的那个《轻轻触碰》 那个每一个音小心翼翼的点缀 每一个弦乐拉下去的瞬间都是《轻轻触碰》之后所产生的微微的悸动 或是深沉的悸动 我想我们应该有蛮成功的描绘出《轻轻触碰》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个情感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盛熙 这首歌我很喜欢 它叫做《Say Goodbye》 然后我觉得孙盛熙这张专辑他很 我真的蛮惊艳的 我那时候听了很多遍 然后我那时候金银奖颁奖电影坐在他旁边 我们两个认为了同一个奖项 然后我们打招呼 他听到我的那个名字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是你用他的那个含义讲 跟我说是你 然后笑得很开心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很喜欢这张专辑 他好像也蛮快乐的 一个小小的交流 就这么小小的 希望那个快乐有让他维持久一点点 这首歌叫《Say Goodbye》 自如自在 敬佩着昨日的更康于怀 一个人漂泊在茫茫人 然后我去看了他的那个迷之音演唱会 后来 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之中 你知道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难以想象 好像是两个 虽然在做洋师 但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然后其实彼此认识 而且会去听彼此的演唱会 而且会去听彼此的歌 然后 而且会有一点羡慕彼此在做的事 例如说 他就可以当场对大家比爱心 如果我在台上对大家比爱心 大家应该会有点看不懂我在干嘛 对 但是他比爱心大家就会 立刻get到这件事情这样 或者是 不知道 各种他可爱的瞬间 对 反正大家就是这样啦 羡慕来羡慕去的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郑埩这张专辑也完全做出一个 他的心的高度 希望大家可以 无界限的听音乐 这首歌叫秘之音 我爱上你 我爱上你 你不提到你 我爱着你 可惜我不能静 你只意请你 此时提 複杂的情绪 我爱上你 现在我告知你 我爱上你 判断 心底的画面 给我安全感 那就是关键 我在听我在想 怎么形容才适当 你敢听我就讲 到这地步我不怕活出去吧 我爱上你 是我不小心 我爱着你 这颗心 欧蓝锦 明知引起你自信 我爱着你 随后的秘密 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曾佩茨 这首歌叫做《迷之音》 是我觉得它在《迷之音》这张专辑里面呢 我个人很惊艳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 来自杨乃文 这首歌叫做《越美丽越看不见》 先听歌 《越美丽越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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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开始 就是她的歌迷 应该可以说是歌迷吧 就我很少对一个人 这么这么的死忠 但是杨乃文至今的作品 我都会去follow 为什么呢 我从《星星堆满天》这首歌 开始意识到 啊 原来 就 怎么说 女性 这个世间有标准女性的样子 但是即使你不是那个样子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闯出一个 一个气场 一个甚至是 一个成功的路 这样 对 因为在那个年代嘛 在我小时候 大家对于女生 什么是甜美女生 什么是偶像女生 这件事情是有既定的想法的 但是有一个歌手他突破了这一切 大家对于一般可以在舞台上唱歌的女性的想象 那个人就是杨乃文 所以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人生 那他一直到今天他的声音都还是 就是 以及他的整个形象 其实有时候大家不会用那么正面的词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他冷 或觉得他脸臭 或觉得他看起来很有距离 对 但 嗯 一切都是表象 他最近常常跟大家说 其实我很可爱 或是其实 我很呆 什么的 就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面向的 然后这些面向在声音里面 在歌里面 在 各式各样的地方 各式各样的讯息之中 如果大家有get到的话 那可能这个歌手跟听的人就更近一点 那这首歌的存在就更有意义一些 这个大概就是做音乐追求的东西吧 或者是唱歌追求的东西吧 我不知道杨乃文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啦 但是 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很多 这方面的事情 非常喜欢这首歌 越美丽越看不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HitFM联播王 我是今天的HitDJ 也是2019年最后一个HitDJ 郑怡农 呃 如果大家从 这个节目的开头一直听到现在 而不是路过的话 那你们可能会发现 这是一个全女性的歌单 但其实说真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到刚才发现这件事情 只能说就是因为在2019年年底 太多厉害的女创作者 发作品了 然后我太想要介绍这些作品给大家听到了 那当然有一部分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都是我很欣赏的创作人 然后 对不知不觉就变成这样了 好吧 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女力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来自安普 这首歌叫做Zoe 它的中文是毛谢 你沉默的也只是这些 你沉默的也只是太多人 沉默的也只是第三天 这个节目的プロセント 它在没有油漾 你沉默的也只是一顿 也没绝对前面 你说我能为前面 准备还是真正 我认为这首歌 它有一点超乎 只是一首歌了 它应该可以是 这里当然有参考一些 就是大家的访谈 文案等等的 我想它可能是 一场实验 可能是一种证明 可能是一个艺术品 它可能是很多人 玩心大开的结果 然后它也是 很强烈的意念 它也是安普这个人 执行它自己的 就是再更极致化的版本 这样 我曾经跟安普聊过天 就是它也会 就是跟我分享一些 从以前到现在 它创作的经历 那当然这中间 每个人在面对市场 在面对观众 或多或少 会有某种辛苦 尤其是像我们 比如说自己创作 一年很强 但是你还是必须要 配合着做某一些事情 那那过程 就会有很多 自我的拉扯 这样 那它最终呢 用它自己的方式 去冲撞 而到今天 变成现在的安普 从张选变成安普 然后出了 这样子的作品 可能不是 一时半刻可以理解 但是细细品味一个十遍 每一个细节都是精致 并且有很多话想说 并且 不知道 我做音乐的人 我就会很宅的去听说 哇这个声音怎么做的 这样 那如果你不是做音乐的人 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听众 也许你可以拒绝出 属于你自己的生命的韵味 哦对 然后我很喜欢 中间这段 在那边 云悬 云悬 真的很云 我们曾各自逃亡的世界 最后才一起了 我们曾经过去的瞬间 有些事不只能开口道别 明白了没有尽头是一切的终点 爱情才能是四生中最长的一片 以下听到的是安普的奏椅 我是今天的Hit DJ 郑宜农 接下来是 这一个段落 也是 2019年 Hit DJ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 这首歌是我的歌曲 它叫做千千万万 它也是我在今年办的 给天王星 演唱会的概念宣传曲 它在讲的是千千万万的孤独的灵魂 因为忌盼而各自发光 最终变成一片星空的故事 先来听这首歌 我的得意之作 千千万万 送给大家 Hit DJ 等于数十秒钟 一颗星球停止运转 每秒三十公里 愚蠢的化妆了上来 谁听见了吗 在一万光之外 可是这里没有空气 只有靠置两个秘密 它们很紧的包装了 于是千千万万 只说不出口的话 在黑夜里放光你 我哦 千千万万 你没人看见的泪 能流成一片银河心 我哦 千千万万 可孤独的小星星 在等待一个奇迹 是千千万万的我 是千千万万的你 千千万万收录在我的新专辑 给天王心 它同时是给天王心的最后一首歌 那其实因为这张专辑在讲的就是人 千千万万的人 然后我从整张专辑的开头走到最后去讲人的各种共感 人的各种面对到的问题 有生活的问题 有生命的问题 有生死的问题 有爱 有恨 有各式各样 那在最后呢 用千千万万去做一个总结 那我想的也是 我这个创作者走到今天 到目前为止想要跟大家讲的 我所体认到的这个世界的最终的样貌 那我不知道大家能够从这首歌里面感受到多少情感 或是多少我想要讲的事情这样 但是就算把它当作一首朗朗唱口的歌曲来听也是不错的 但如果你们有一些感想或什么的话 如果你们刚刚听到这个节目 欢迎到我的脸书上面 或者是我的IG上面留言给我 搜索我的名字就有了 然后或者是可以去看MV 可以在YouTube底下留言 我都会看的 再次的谢谢大家 我是郑宜农 今天的HeatDJ 也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HeatDJ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新的一年 一切安好 一切顺利 我们一起迎接天王新的年吧 在黑夜里风光明 在黑夜里风光明 叫 Hannah 千千万万骇 每一人看见的泪 本流着一片银河心 哦 千千万万 sold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